我 就不怕这次成亲 我再给你打上几颗钉子吗 这么说 你答应我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爹爹和父亲 已经想到压制血骨的办法 三日后 就会布阵施法 你父亲 他如何会知道血骨在你的身上 我和爹爹 说起血骨的时候 他听到了 何况父亲他又不是外人 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 没事的 只要血骨能压制下去 我们此生就能长久相伴了 难道你不想跟我好好闯一次亲吗 好 等你出关 我就带着聘你来接你 咱们 再成一次性吧 谁说我一定会答应你啊 我告诉你 许掌门已经答应我了 他可是许了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呢 你不能反悔的 那你就不怕这一次成亲 我再给你打上几颗钉子吗 这么说 你答应我了 你这个人啊 你怎么就光听自己想听的呀 我告诉你啊 按照我们长泽山的习俗 成亲之前我们是不能见面的 你可要好好地准备一下 如果达不到爹爹他们的要求 他们可是会反悔的 你怎么办 我等你 我会带足聘礼 在你出关之时来接你 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 到底是出了何事了 这棋也不下了 酒也不喝了 整个人的魂都飞到天外边去了 今天要跟你说的可是大事啊 先喝口茶 你看上次说的那件事 是不是 给个面子嘛 你那个宝贝徒弟啊 以后入了我衡阳宗的门 你可会舍不得呀 老徐啊 谢谢你 宝下九夜 他虽是磨胎 可那日炼化护心临时 却隐约一线身相 足可以证明他道心稳固 他一时守护苍生之责 他必能担起啊 提起你徒弟倒是正行起来了 那是那是 那就有劳取掌门了 咱们三日后见 虽说婚事繁忙 御灵仙子可还记得 日日要去胡兴打坐 那苍师弟呢 除了日日来我衡阳宗偷看御灵仙子 可有用功休息呢 小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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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吧 小师叔 发现没有 最近总有奇奇怪怪的人在附近 我还想要做什么 我还是要做什么 小师叔 大小师 可你们再等了 我过了明天 我已经永远在一起了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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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